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这篇百字故事 我们好久没有做百字故事了 所以蛮开心的 因为只要是探讨这种 就是去解析一下一个文学作品 我都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也顺便多学一些字 或者学一些人家写作的手法 或者看一下说有的时候文法的用法 在写作的 在文学里面有时候就不是那么样的 非常的 有一个很close adherence 但也无所谓 因为只要写的是文学 大家看得懂就很OK了 所以这个有些人就会把它当成一个顿词 就是说你看你要写成这样没有照文法 不一样你要多厉害 所以我们这个程度 还是会高高的照文法来写文章 那人家就不用 那我觉得我们要先讲解一下里面的东西 先不要好了 我们一样先把它读过去一次 我觉得要是你的确程度没有很够的话 你会读不懂这里的window到底在讲三小 那有一点程度的同学我相信你会知道 这里的window在讲什么 因为这一篇里面讲了好多好多好多次的 窗户这个字 window这个字 它的标题是 In case you missed it In case怎么翻译 万一你错过了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现在解释给你听 万一怎样 In case是什么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 万一有意外的话 请打电话给我 In case of emergency You should have an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或者是你的 好了 我们先把它读内文 There was a window When one could grocery shop Without a mask There was a window After my mother stopped chemo When she felt better And gained a few pounds The color returned to her face Mom offered To finally share Her secret spice cake recipe And I said Not now I don't have a pen But the truth was I thought writing it down Would be bad luck There was a window Of adequate rainfall Climate change Seemed fixable There was a window After you finally left your wife When if you had called me I would still have come 结束 All right 好 所以你看好多window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解释一下下 所以先解释一下 这个window的概念 window 这里window讲的一定是这个 就是window of opportunity 其实也就是有机会 那这样为什么不讲chance就好了 chance这个词当然也不是不行 不过就一个字 那这里把它讲成是一个机会的窗户 那这个窗户 窗户的 窗户这一件事情 本质上就是能开能关的 对不对 Right 所以 If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is open I guess 那就表示这个机会之窗 现在是开着的这样子 那有没有可能关起来 也有嘛 那窗户的另外一个概念 是有尺寸的不同 所以要是今天你的window很大 那就是机会很大 window很小 就是机会很小 不过我们一般在讲window of opportunity的时候 讲的都是小 我们很少把它讲成很大的机会 Oh this is a huge window of opportunity 比较少这样子说 我们比较有机会说 假设你今天约我说 碰里面有没有空 我们来喝个下午茶 我说我明天很忙 可是说不定我能够在忙碌的事情的两件事情中间 能几个15分钟跟你坐下聊个天 所以我可能说 maybe there is a very small window of opportunity where I can get together with you and we can have some food OK so a small window of opportunity 这样是OK的 好 那如果说今天 我今天真的有个15分钟跟你喝个茶 可是偏偏你在那15分钟去上一个大号之类的 然后你才 Paul我们不然约3点要聊个15分钟半小时 结果我刚上个大号就来不及了 我为什么要举上大号这么恶心的例子 但不管了 那我可能就会跟你说 OK I'm sorry you missed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你错过了这个机会是床了 而且是床很小 只有15分钟 15分钟稍纵即逝 那懂意思吗 所以我这边打出来这三个 这三行话都是声文中很常听到的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a small window of opportunity 或者you missed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错过了那个机会 you missed the chance you missed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听懂了 好 所以回来这里 in case you missed it missed what the window 好 所以他前面的铺层 总之有个window there was a window when one could grocery shop without a mask 所以他先从人生中的很大的一个范围来看 曾经有过一个机会 就一个人是可以不用戴着口罩就可以去买东西的 好 去便利店 去哪里店 去商场 去加勒服买东西 you could grocery shop 这个grocery shop 这个词走在一起 你听过一个词叫做window shopping吧 既然有window shopping 能不能把window换成别的词 当然可以 所以我今天去买鞋子 I'm going to do some shoe shopping 买鞋子 clothes shopping hat shopping 想买帽子 所以grocery shop 就是去买名声用品 所以曾经有过一个window 有个机会 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去 不用戴口罩 就可以去买名声用品 there was a window after my mother stopped chemo when she felt better gain a few pounds 所以也曾经有过一个 一个小小的window 一个 奇怪的 反正有这么一段时间 有一个window 在我妈妈停止了chemo 什么是chemo 完整的写出来叫chemotherapy 化疗 所以讲到这里 你就已经知道 妈妈得来症 所以有这么一个window 在我妈妈停止化疗之后 当她觉得好了一点 停止化疗 而且还增加了一些体重 gain a few pounds 这里就增加体重 那讲文法的人可能就会说 这里少了一个end 随便啦 你要省智啦 OK 而且下一句话 讲的还是妈妈这件事 据点后 the color returned to her face 脸上恢复了颜色 有了血色 不再是苍白 很好 多讲一个字 就有时候我们讲说 你看起来怎么那么苍白 pale 这个字多学一下 好 然后妈妈呢 而且妈妈最后 mom offered 分享了一下她的秘密的香料蛋糕的一个recipe 就是她的食谱 and I said not now I don't have a pen 好 所以妈妈 想要分享师傅 而我说 现在不要 not now 我现在手上没笔 I don't have a pen but the truth was 但事实是 I thought writing it down would be bad luck 我觉得 我以为 我觉得写下来 writing it down 会是坏 会带来坏运 为什么 这一段我觉得真的 哎 好有 呃 我不能说好有力量 她没有力量 她很有 那个不叫力量 要怎么说呢 她描述的 很有重量 不是力量 不是powerful words no 可是很有重量在背后 所以有一段时间妈妈停止化疗 然后她觉得好一点 feel better 因为停止化疗 你知道化疗会伤身体吗 那停止了之后 你当然会 还不错啊 对不对 你会觉得好一些 但为什么要停止化疗 you got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所以这边多讲一个片语 read between the lines 你要能够读得出 话语行间的意思 妈妈干嘛停止化疗 那妈妈为什么要分享她的 秘密的recipe 终于分享 她还强调finally 表示以前妈妈都是 不想让她知道的 我才不要让你知道 我要让你知道 只有妈妈会做 但妈妈愿意分享 为什么 肯定就是妈妈 大概就不行了 OK 化疗也没用了 那我们就停了吧 然后妈妈想了一想 来分享给你 所以 small window when you feel better 而且停止化疗不错 然后还增加了一点体重 然后脸上恢复了血色 这时候妈妈说 来分享给你了 然后她说 no 不要 现在不要 我没比 为什么不要 她不是不想听 事实上 the truth was 我觉得写下来就是 bad luck 为什么 why 妈妈要分享给你 干嘛不写下来 写下来妈妈 你就没后悔了 妈妈就 终于让你知道了 这算是有点感觉 交代最后的一些事情了 对不对 right 她就不想要 把这个分享变成是 妈妈最后交代的事情 啊 beyond 还是只有妈妈会做 不想听 ok 我想要妈妈好了 以后 以后还可以做 所以她拒绝写下来 因为她认为写下来 就等于像帮妈妈写了一书一样 这样子 ok i thought writing it down would be bad luck 好 所以妈妈的部分结束了 ok there was a window of adequate rainfall 曾经也有 也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机会 就是 小小的window 可能我们能够得到 適当的雨量 所以 突然间扯远了一点 扯到了天气 扯到了气候 或许这里背后有点什么 但是我看不出来了 我缺乏理解力了 然后下一个说的是 climate change seemed fixable 所以曾经有过一个 小小的window 就是我们还有办法来 来拯救 气候边线这件事情 那据我了解 现在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气候边线 已经不可逆了 我们即便现在 努力节能减碳 大概也是死定了 我看过一个这样的报道 说不定是真的 说不定是假的 但总之 climate change seemed fixable 那最后了 来最后最后 there was a window 总之你看 故事最后多半是punch line punch line要来了 曾经有一个window 在你最后 终于离开你老婆的时候 而在当那个 在那个当下 如果你有 找我的话 我还是会愿意来找你 故事结束 wow 所以最后这里的力量 是什么呢 重量 不要讲力量 我一直讲错字 它的重量在哪里 在你离开你老婆后 在那时候 如果你有找我 有没有 没有 你看假设语气 遍布于我们的人生中 包括写故事 当你最后 离开你老婆的时候 所以离开老婆 用的是过去式 他没有离开老婆 有 所以用的是单纯的过去式 而在当那个账 在那个当下 所以用wind这个连接词 如果你有找我 if you had called me 他有没有找 没有 所以用的是过去完成式 因为这个跟过去的事实相反 你当时就是离开你老婆 可是你还是没来找我 OK so when if you had called but you didn't OK 但你没有 事实是you didn't 那如果你有找我 我还是会愿意跟你在一起 I would still have come 这里还是过去完成式 用无耳的过去式 have come是完成式 所以这里是过去完成式 仍然是假设语气的呈现 所以要是你当时有找我 我还是 我当时的我 会愿意去找你的 现在不愿意了 对不起 OK 所以you missed your window of opportunity with me 当然讲是这样讲 或许这男生 根本也没这想法就是了 反正总之这是一个女生说的 你当时有找我 我会是你的 你没找 那就没了 That's it OK 好 讲完了 其实没有什么字 我们发现 right 但或许今天几个重点 读故事的时候 you have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你看 或许你看我们这样讲好了 他刚刚讲到这个 妈妈停止了chemo She feel better 然后分享她的cake recipe 在这一行一行的空白处 你可以想象 我把它放大一点 你看在这一行一行的空白处中间 你能不能够塞得进去我刚刚解释的内容 可以吧 这就叫做read between the lines 作者其实有写故事 写在这些留白处 行与行之间的留白的地方 只是你要不要去看而已 你看了 看懂了 才是看懂的故事 你只看这些文字 是看不到它 埋的意思 OK S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这个片语 很常听得到 你听人家 你跟人家聊天 你要听得出人家话里的玄机 You gotta read between the lines 那你说话里 难道不能说hear吗 可是hear没有line OK 所以我们还是用read between the lines 来去分析人跟人的对话 Same thing OK 好 然后window这个字 应该可以理解了 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学到 你至少要带走 window of opportunity It's something you can miss It's something that can That's usually quite small If you miss it That's it It's not gonna open again 大概是这样 好 我是Paul 我发现我这一集 都用很低沉的声音在讲话 不知道 不晓得为什么 就讲这个比较悲伤的事情 好像不是人家讲得很大声 如果会太小声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这样了 下次我就不要讲那么小声 也或许我会觉得听起来也蛮舒服的 那我以后就尽量这样讲话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